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出来干什么 我 回去睡觉 我不 你不要我 你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坐下 你叫什么名字 阿虹 今年多大了 二十二 阿虹 你经历过战争吗 我出生的时候 战争已经停止了 我没有亲眼见过 我就跟你讲一个关于我的故事 十三岁那年 我住在爷爷家里 那是南部的一个小村庄 美丽 安静 村里边有个姑娘 叫阿美 她长得非常的漂亮 和你一样 有黑色的长发 我喜欢她 我觉得 那就是我的初恋 你看 当时的村子里 有南方游击队在活动 有一天 游击队打死了一个战领军 可是没有想到 他们遭到了战领军疯狂的报复 忽然之间 来了很多的飞机 坦克还有不命 把整个村子全给围了起来 我这爷爷 是村里的组长 他和乡亲们一起 被赶到了河滩上 战领军用机枪朝他们扫射 全都死了 我当时和阿美在丛林里面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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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 游击队到村子里面去掩埋尸体 他们发现了我 把我带进了丛林 从那时候开始 我成了一名战士 成了一个杀人的人 一直到现在 我不相信任何人 我也不敢去碰别的女人 因为在我的心里边 阿妹的影子 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我觉得我就是一只蟹子 丛林里面孤独的蟹子 永远都是 我今天这样做 是为了保护你 你懂了吗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回去睡觉 好 那么 ここ 我 geht 好了 这是